我們繼續當然要聚焦 就是中國大陸拼經濟轉股 國進民退 大混改即行軍 這鐵特效藥 中博今天要帶我們來看看 從數據 從政策面來講 這特效藥有效嗎 首先呢 先講中國大陸的央行 人民銀行 他也下了一劑猛藥 是 為什麼呢 觀眾朋友很清楚 再過一個多月農曆年 大家要花錢 7月要發年中 第二個 中國大陸債券 尤其政府債 昨天我們就跟大家報告過 像是我們的 城投債 就是我們講的準城市債 這種 他們發行也需要錢 因為發行就代表 有一些你要贖回 央行這次 強行強力書寫 2.1兆投入市場 現在很多 他們中國大陸的企業 還有需要資金的人 都在津津樂道的說 看樣子 明年 降準的 這樣的一個內容 可能會讓大家都很開心 放水養魚 放水養魚了 注入了一大筆的金流 但為什麼要這麼做 沒有辦法 中國大陸 中美貿易戰之下 現在是真的傷痕累累 尤其國家企業 央器 國氣 真的需要來救 我們來看看前陣子 才剛剛熱熱鬧鬧落成的 國家石油天然氣管網集團 大家也許覺得這個名字念起來 有點長對不對 但你看到石油 你看到天然氣 你就知道它是大能源的巨獸級怪獸 對 講到能源 誰不曉得 中國大陸就三桶油 叫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對不對 但是呢 這些他們可能就是各立三桶 所以中國大陸決定要來 把這些的管道 管道 能夠大家互通 互通成為了社會一張網 管道社會一張網 這樣的魂改 你覺得OK不錯嘛 一加一大於二看起來是很好 對 所以現在就包括了國資委 還有我剛剛說的三桶油 就全部一起成立了這樣的一個公司 好 那你現在知道 中國大陸這個大能源的巨獸級公司 2.1兆台幣的心血 由這三桶油投入了 絕對 講到魂改 他們是腳步加快的 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能源 叫做電力 所以呢 國家電力投資啊 它現在所進行的 是一個全中國大陸 目前有史以來最大的魂改投資項目 這是最大的魂改集團 這是最大的魂改投資項目 投資什麼呢 青海上游黃河的電力 好 同投資金額高達242億的人民幣 1558億 聽到這邊 君相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中國大陸 這絕對不是跟你鬧著玩的 是真的在急急隱隱在做囉 石油 天然氣 電力 什麼東西 這三個剛好都用得到 汽車 那汽車怎麼樣 我告訴你啊 君相 中國大陸現在的汽車銷售 真的是 你看一下 哎呀 跌跌 跌跌不休 直直落 我講一個白話 中國大陸的汽車銷售 從今年2019 1月到11月 除了6月 是銷售旺季 沒有 逆成長之外 其他全部逆成長 你看看 經銷商半年倒3600多家 你說央行要不要出手救 這個數字讓人家覺得頭皮發麻 半年可以倒3600家 那你沒辦法 你看光上個月銷售就少4成 4%不好意思 4.2% 好啦 那你說難怪要注入活血資金來救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救法就是混改 來 車 車商也要混改 重慶長安這個老字號的車商 他的旗下子公司新能源汽車 就決定要引進戰略投資者 不過就這樣 那講混改 那這樣好啦 央行也來救了 提前來救了 混改也做了 那中國大陸將來就是 經濟應該可以更好 不用怕中美貿易戰了 錯 我告訴你 混改有時候改一改 還真的會 也有出問題的時候 中信國安集團 好 這個國安集團 他自從2013年就混改了 他可以說算是混改的老前輩 他2013就混改喔 可是你知道他混改之後 卻出現了一些 你想都想不到的詭異情節 話說呢 當時他引進了5家的民營企業 5家的火水 看起來好事啊 但是呢 沒想到這5家民營企業裡面 竟然有4家 他既然已經進來跟中信國安混改了 他就擁有中信國安的股權 他竟然把他的股權 去賣給了兩家控股公司 天啊 我引狼入世啊 其實我覺得就很像 聽到這邊賣給控股公司 這也就是一般的金融交易 也還好嘛 對 但結果人家去一查發現 這兩家控股公司 背後的那個螢武者 背後的那個可以控制 這個股權的人 一個呢 叫做徐放明 一個叫王雪斌 這兩個人是誰呢 其實這兩個人 名字我覺得真的不重要 重點是這兩個人是誰 一個是工商銀行 前工商銀行的行長 一個呢 是前財政部金融司的 司長級人物 那也是沒有不對啊 這兩個既然有這麼硬的財經背景 很好啊 這兩個人曾經都因為收賄 被法院判十二年跟十三年 請問已經被法院判十二年十三年的人 他竟然可以成為兩個控股公司 背後的螢武者 然後在經由這入主的五家民企業 有四家把他的中信國安集團的股權 賣給我們 你到底要幹嘛 不請問你背後成為了中信國安 實際可以去影響他經營 或者影響他整個公司的決策面的 兩個重要人物 竟然是收賄被判十二十三年的人 怎麼回事呢 這樣的魂改 這樣的人被引進來 是好事嗎 所以這一句話我們講說 請鬼開藥單 就這樣 魂改他的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 我民營企業跟民營企業 我希望能夠強就弱 或者是強強聯手 但另外一個就是我引入了國有的資金 引入了公有資金 那叫我們講的國進民退 最後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夠成功的轉股 退一步的人都挖挖叫 他都是受害人 但唯獨這個人 演出了拍案驚奇 他誰呢 網紅級的CEO董明珠 珠海的格力電器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可是網紅級的電器品牌 加網紅級的CEO 在珠海無人不知不知不知不曉的國企 但是他也要魂改 雖然你很厲害你也要魂改 結果格力電器就果然魂改了 魂改之後他就引進了一個大股東 這個大股東叫什麼名字我覺得不重要 反正他佔了一層五的股權 引進名氣來一起 那時候大家小道消息 江湖傳聞就講 董明珠你這個格力女王可能權力不保了 因為現在有一層五的名氣引進之後 這是中央在推的 那到時候你的權力可能就會被稀釋 結果剛好相反 這就是董明珠厲害的地方 後來引進這一層五的大股東 沒想到董明珠竟然能夠在長達七個月的談判之後 和這個引進名氣一層五大股東達成一個協議 第一 你跟我合併之後 不但你這個大股東的公司 有些資金我可以控制 第二 你的三個董事裡頭 還有一個可以由我來決定 結果呢 朱揚變色 本來以為他可能會被架空的 沒想到他反而他的權力架構 還隨著合併之後 他對於格力電器的持股比例還可以提高 好啦 那你聽到這邊就說 那這有什麼好呢 你剛剛不是要說他好的一面嗎 這只是證明說他很會混改而已嘛 我告訴你 好的一面來了 你知道董明珠曾經在2013年 他跟雷軍打了一個賭 有一回董明珠和小米的雷軍 他們兩個就賭了 賭說從2013年開始起算 未來五年誰比較賺 雷軍就講 要是我輸你 我給你一塊 要是你輸我 你給我一塊 人民幣一聽就知道 這是象徵性的賭注對不對 面子比較重要 好啦 你知道董明珠怎麼說嗎 你一個經過了這個混改的一個 歷經混改的這個過程 人家都覺得你可能 勢力會被架空的人 他非常底氣十足地講 我告訴你 我贏定了 而且賭注10億 10個億 是 其實大家那時候就覺得 有點不太看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格力電器 你準備捧個10億來賠吧 取少要混改 對不對 人家雷軍小米 那可是標準的名氣 結果2018年年底去年 答案揭曉了 大猜猜看 先排 誰贏 他贏啊 董明珠贏啊 結果雷軍現在要給他10億 但我不知道會不會給 他是不是願賭服輸 我不知道 好 這是第一個 你看到了誰說改了之後 一定會出問題 他出問題 他不就沒有了 第二個